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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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出既有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追寻的细腻景致 又有笔下生风 画中有诗的深远意境 他就是中国著名国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林兰 岭南画派精神的例行者 岭南画派兴起于二十世纪初期 以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精神 在中国画坛独树一致 作为闽南画派续心传火的杰出画家 林兰兰的作品 以阳南画派维的造型和构图理念 有大胆融入平面构成和现代设计的视觉规律 形成以粗汁 脆液 繁花 硕果为特征的壮美风格 清新名利 神趣盎然 为什么在林兰底下会出现传统与现代艺术理念交融的特征呢 在时间上面 纵线上面是传承传统的精神 在横向上面 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现在的空间 面对现在我们的世界 然后去创新我们的形式 我想这个纵跟这个横就交出自己那个艺术的坐标点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国艺术家却呈现他们的语言 双方实际上是一个对话的平台 此次展览中 林兰的两幅作品 《雨水玉堂春》和《春分桃花》备受关注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件充满东方古典韵味的画作 灵感是来源于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上演的《中国式浪漫》 二十四节气的续曲 北京奥运会我记得是在立春举行的 那么就敲起那个大鼓 当时在广东画院我们想我们手中的画笔 我们能不能把这二十四节气表现出来 而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传达我们对奥运的这个喜悦吧 怀着激动的心情 林兰提笔创作了《雨水玉堂春》 这是一次对古老传统节气的艺术探索 林兰又会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展现雨水节气呢 我在北京念书很多年 十一年 我记得每次从南方到北京开学的时候 那刚刚就是玉兰 就紫玉兰盛开的时候 就说每天都在写生 就一朵玉兰花 它怎么从含苞 就是刚刚露出小牙尖尖角 然后从含苞到变成垒 然后变成花 然后呢再放放出来 然后再到蟹 自己呢一时想把它画成一个一张大画 就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就从生到长到胜到缓 那么可能每个事业也是这样 每张画都是一样的 在《雨水玉堂春》中 林兰通过细腻的笔触 生动描绘了数朵玉兰花在枝头绽放 颜色鲜艳 花瓣层叠叠 一朵花从含苞到盛开 再到凋零的生命历程 蕴含了林兰怎样的情感与思考呢 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一个芽 一个小小的芽 慢慢慢慢到可能长大了一点 慢慢有了一点可能性 慢慢慢慢去追寻 追寻自己内心声音 或者追寻外界的可能性 中国美学它有一个很好的一点 就是说让我就说可以从那个 我们说是近精微至广大 就在精微里面可以观广大 可以至广大 那么我想自己 就是说可能确实在中国传统绘画里面 去感受到了这一点 尤其是宋画里面去学习到的那种对物相的观察 格物置之的深入 林兰兰从内心自然涌现的宋画古意 软会着她以清纯的心境和眼界去感受的自然 春分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时节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林兰笔下应运而生的这次参展的那一幅作品 《春分桃花》 又将传递她怎样的情感呢 那仅仅是表示一枝的喜悦 就在精地子里面 刚刚一枝心芽冒出来那个喜悦 就是说那个可能是自己 有时候更像自己学艺之初的某种感觉 就是一股喜悦而已 因为是小花嘛 它是比较注重精微的 这个枝上面还有很多的小芽 小芽就是一点点的小芽 我们都把它画出来 越来越小 就很小的小芽都很画出来 就那种喜悦 就是春天第一个小芽的那种喜悦 我也是自己最触动的那部分 画作《春分桃花》中 最令人记忆深刻的 是花瓣上深浅不一的层次变化 和天然的激励光影效果 优别于写意画的一笔成形 呈现出不一样的空间景象 我们说宋大的美感就是周密不苟 特别严谨的一个造型状态这样 我现在的就是学习到的 更是那种就是中华传统文化那种文人的书卷的气息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书卷器 往往理解成为一笔草草而已 但是呢我觉得宋代的绘画 它既清又贵既有书卷器 这个书卷器还能融到 就是我们的严谨不苟的自作里面去 宋代书画 运至深邃且优微的人文气息 不断滋养着林兰 作为出生于岭南的书画世家的女子 她从小就在传统书画的熏陶中成长 她的父亲著名画家林雍 在林兰初学画时鼓励她博彩中长 没有让她模仿自己的作品 而是先让她接触王兆民和潘天寿的画册 父亲特殊的教育方法 对林兰的日后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就是说你不要学我 你要通过就是说 对好的东西的学习 对更多东西的学习 去找到那个你自己的我 她到现在她说 她也现在还在现新生学 那么她把她觉得好的 就她说那个景仰的老师介绍给我 她说我们一起向她学习吧 就让我处在跟她就是共同出发 就共同在路上的一个状态 父亲给林兰营造了一片 宽阔且自由的成长沃土 除了笔墨单轻 林兰对西方艺术也早有接触 她在18岁时出的画册自序中就写道 我喜欢马约尔 伯迪·切丽 毕加索的画 其中印象很深的 是印象派画家们 那舒适的阳光感和温和的思想 我印象它因为它所展现的是一个个人意志 那个确实打开了一股自由之风 清新之风 就是说让自己感受到自己可以 就是说有一个全表述 完全表达释放的可能性 欧洲印象派画家 注重色彩的鲜艳和光的效果 热衷于记录自然和视觉现象的一瞬间 它们似乎不在乎题材的重要性 只热衷于表现大自然的光与色 这样的创作行为 对林岚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呢 那么我觉得印象派 可能是对以往的颠覆 我们所说的古典的状态 非常的经典 一点错都没有 就是说连构图都是考虑的 就是说挪一点都不可以 那这个时候什么呢 我有了印象派 我就拿着画家到这个自然中 你像莫娜那些 好像就在草坡上面 这阳光正盛 然后她看到了这个教堂 就说早上不一样 晚上不一样 黄昏不一样 下雨的时候还不一样 我就画一个地方 这在以往不可能的 但现在印象派可以写我的感受 早上看这个教堂是橙色的 晚上那么它是霉红色的 那它到清晨它是淡蓝色的 那么它到下雨的时候 它可能是灰绿色的 可以 这就是我个人的感受 这就是那个自由的萌发 1993年 林兰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 勤勉好学的她 又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读硕士 继而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攻读博士 成了新中国美术实践类的 首位女博士 之后 她创作的作品 诗经常歌清唱 以温润的笔墨语言 蕴染风雅颂 展现诗经之美 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因为小时候呢 自己比较喜欢文学 也比较喜欢诗经 它是 就是说第一部的 中国第一部的诗歌总级 那么它所展现的 是中国诗歌 在刚刚形成的时候 那个清新又朦胧的状态 但它的方式呢 是通过这个王者 就民间是现诗 但是呢 它又没有民间的那种 我们说的出野之气 有一股清新朦胧的气息 林兰的诗经 长歌清唱 将诗经 风雅颂三部 共三百一十一篇诗歌 化为一个清唱的主题 它又是如何去看 去想 去表达的呢 它说的是国风 但国风呢 它是由每个国家 都是人组成的 就说一国之风 哪一人之风 到了雅呢 它说的是家族的事情 到了宋呢 它说是人间的情感 上升到家 上升到国 然后呢 从这个人间之美 然后上升到礼乐之美 从中去选择那些经典的篇章 那同时这些篇章呢 又适合我们视觉艺术去展现的呢 那我就需要去请教 再在里面呢 选择说 这些喜爱的诗里面 适合我们视觉艺术展现的 有些只能可能靠运动 靠电影去表现 但我们静态的 视觉艺术可以展现的 我才去选这些 诗经 作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 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政治 经济 文化 风俗等领域 如此庞大的创作题材 林兰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呢 从小型创作到大型创作 这是最大的挑战 我记得当时是五米乘四米 就二十平方米 就一点点勾线来画 从2012到2016年 我换了快就说十几稿 每一稿都出十几稿 就说这上百的稿 然后还有器物 当时还特意去了 这个湖北的增喉椅目 就把它一点点 就那个琴是什么样子的 一给它拍回来 把它的编程是什么样子 为了考证众多的古代器物 林兰四处请教专家 进行实地考察 图稿经历了五次大的修改 每次都花费大量心血 她画了许多片段 创造了无数手稿形象 前后花费四年心力 最后以广为传颂的 十四篇诗歌为蓝本 将这些意象 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最终呈现出 琴瑟和鸣的和谐美精 它是自己的一个转折点 也让自己 其实上在思想上面 有一个变化 更关注更广大 社会的历史的传统的 同时也让自己更有自信 艺术不仅给人带来提升 更是人与人交流沟通的纽带 它不分国家 种族 语言 能超越文化差异 传达人类的共同经历和价值观 2003年 作为中法文化年 广州文化周的组成部分 一场名为 一家三代八位女画家画展 将琳兰的艺术 与法国紧密地连在一起 我们三代人 从姥姥到母亲及姐妹 到我们几个婊子妹 有八位女画家 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 就是一家三代八位女画家展览 就在法国李昂的邦迪宫 我们还碰上了 在李昂留学的 关三月老的孙子 关坚老师 他把我们带到这个 他们李昂 他们城市中央都保留了 一个很茂密的森林公园 当晚还在这个李昂 就是有很盛大的烟花 放送大会 在他那个梁最高的山背后 这山上面 哇 这个烟火不停地放出来 不同肤色的这个人流 在那里热恋的男女 也有我们广州的市民 也有我们的家人在这里 就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这段早年的跨国展览 是林兰年轻的艺术生涯中 一段难忘的经历 时隔二十多年 如今在2024年 巴黎奥运会举办之际 正值中法两国建交六十周年 林兰再次为法博观众送上自己的作品 传递她对中法友谊的祝福 与殷切期望 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更有审美的共同体 我们都从古代走来 我们都从文化艺术中走来 然后呢 我们更面对现代 一起可以携手 面向未来